大家好,我是小赛 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吃牛蛙 因为牛蛙的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但是很多朋友在家却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我就把饭店不外传的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做出来鲜嫩好吃,无腥味 下酒又下饭,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制作的吧 今天去餐食厂买了三只鲜鲜的牛蛙 我已经叫老板帮我处理好了 三只牛蛙做出来有满满的一道碗 接下来我们将牛蛙刀成小一点的块 这样方便成熟而且更容易入味 全部剁好之后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下面我们将牛蛙腌制一下 碗里面加入适量的蚝油 加入适量的生抽 一小勺胡椒粉 少许食盐 一小勺玉米丁粉 碗里面加入一小勺玉米丁粉 这样可以使牛蛙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滑嫩 然后用手将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放一盘腌制20分钟左右 这样做出来的牛蛙更加的容易入味 准备几粒大蒜 用刀将大蒜拍碎 拍碎之后再将大蒜切成蒜末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把生姜切成姜片 切好之后跟蒜末放一起 准备几个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圈 切好之后分蒜末放一起 然后准备几个红椒 将红椒从中间片开 片开之后 再将红椒切碎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将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倒入食用油 将油温烧至七成热的时候 再把牛蛙倒入锅中 然后将牛蛙炸至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牛蛙更加的香 更加的好吃 将牛蛙炸至两面金黄就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将牛蛙炸至成像食物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将牛蛙捞出来 把里面的油也捞出来 将锅烧热倒入熊油 油温热之后下入姜蒜小米辣 再快速的翻好 将它们炒香和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红椒倒入锅中 再快速的翻炒之间 将红椒炒至断生 翻炒均匀之后 再往锅中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再加入适量的辣椒面 再快速的翻炒均匀将调料化开 翻炒均匀之后 再把牛蛙加进来 再快速的翻炒均匀 然后把牛蛙炒至入味 牛蛙炒至入味以后 再往锅中加入半瓶的啤酒 因为啤酒是麦芽做的 它有着特殊的清香味 还能够使肉汁更加的鲜嫩 再快速翻炒均匀 使啤酒没过牛蛙 然后开小火将牛蛙慢炖三分钟左右 将汤汁收至浓稠一点 但是不要全部收干了 要留一点点汤汁在里面 这样做出来了更加的好吃 我们来看一下将牛蛙炒均匀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出锅装盘 将牛蛙盛出来放入碗中 现在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小炒牛蛙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牛蛙肉质非常的鲜嫩 调料扫原汁原味 连里面的汤汁也可以用来拌饭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开胃又下饭 还非常的像酒 这样做出来的牛蛙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 再将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 评论 留言 转发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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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